麵條大火快炒撒上調味料後 接著主廚在麵糊上鋪滿高麗菜 再和培根蛋做結合 加上醬汁和柴魚佐料 關係人氣大阪燒就大功告成 主廚強調日式大阪燒要好吃 就是用山藥和牛奶做基底 而攪拌過的麵水 因為帶入空氣也會增加料理彈性 而人氣料理還有這家 來自京都的唐洋炸雞 醃漬好的油骨 五骨雞和雞翅 在油鍋裡炸得滋滋作響 等到便宜炸成金黃色後 就可以起鍋 接著還要沾上主廚特製的獨門醬汁 這些主廚全是來自日本人氣店家的丁線師傅 他們來才參加台灣第一次的日本排隊美食展 為的就是要讓民眾在連假期間 可以不必出國就可以品嘗到 海灣沒有的得獎小吃 春假不用出國 然後就可以直接在這裡就可以享受 全日本從北海道一直到九州 各種食物都有 超過日本家來自日本的得獎人氣名店來台 也讓不少民眾期待 可以品嘗到正宗超人氣日本美食 見王宗翰 張佩奧 台北不倒